后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要求扩大权力 包括监管反弹会和国有公司 对此法律专家们有不同的意见 反对的专家主张国家元首是虚伪元首 根据联邦宪法元首按照首相的建议行事 但支持者则认为应该认真考虑苏丹的建议 律师哈涅夫告诉当今大马 苏丹伊布拉辛的建议值得考虑 但必须确保这么做不会有利益冲突 因为利益冲突可能会导致执法机构受到不当干预 因此哈涅夫也建议修订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 禁止王室直接或间接涉及任何商业活动 苏丹伊布拉辛涉及许多商业活动 当中包括森林城、黄金港、马哈拉尼能源港 反对元首扩权的律师阿兹拉则认为 反弹会和国有应该只对国会负责 他表示国会设立了许多特别临选委会 也便监督和制衡相关机构 并在国会提成报告 由政府采取行动 而政府的行动则取决于民选国会议员的共识 律师梁兴游的观点也和阿兹拉相似 他补充 如果民选议员和政府在处理上出了问题 人民可以通过选票来寻求改变 想知道更多关于元首扩大王权建议的分析 欢迎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支持独立媒体报道好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